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道次 大家好 我是小黑 那我們今天要 終於要進入我們 攝影師群像一個非常大的重頭戲 就是很多人都有瞧完 其實從第一集開始 就有人一直在問 然後就為什麼 我們一直沒有做這個攝影師 終於要出現的就是今天的主角 上個很戲势的自己 對 我們今天要講 今天介紹深山大道 講攝影是不是有點弱 就深山大道 好啦 本來這一集是要搭配 深山大道展來上的 但是因為疫情就爆發了 所以深山大道展就沒有了 看起來原來是沒有 對 我們本來也要就是展覽方 就是跟我們一起聊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們想說就先算了 之後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能再針對一些 可以做的深山大道 對 做的第二集 我們今天可以講太多 對 我們今天從這本書開始講 因為我跟波獨剛好都有這本書 對 我們都有這本書 但是我的是一刷 他的是八刷 薯菜 太菜了 我都是一刷 當年 然後你看我還有貼品 還有紙 我很認真 奏的學校 夜的學校 對 那這本書的話 我覺得它有一個滿大的特色 就是這一本是訪談的形式 訪談比較容易 所以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可能當下就會有一個發展出來 對 你要直面這些問題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訪談 往往對我來說是更有趣的 雖然說我自己也有像那個 台灣賣的比較好像這本就是拳擊 應該是很多人知道 深山大道比較有名的書 那這一本的話它就是 它提到很多它過去的事情 今天晚一點可以聊一下 因為我上次看這本書已經是十年前了 就是我剛踏入職業攝影的那個時候看的書 那我們回到這一本 那這一本的話 你有想聊什麼嗎 我自己其實對它裡面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你可以看出這本書是很露骨很直接的 就像有人問說什麼 你都在城市裡面嗨人嘛對不對 可是人跟人接近很臭 之類的問題 就是很直接 可是我很想知道是它面對這些問題 它怎麼去敘述 這些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它有點像一種駕群或是批判 它想把你從那個老師的形象拉下來 它想把你身上從一個老師 你上對下的那種形象拉下來 所以這本書就可以看到 就是深山很多扭曲的回答 我裡面很喜歡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請問老師是什麼星座的 然後深山大道的回答就是 已經問到問我什麼星座代表這個謊台 應該要結束了 那是寫行 他是問寫行 他是問寫行 寫行嗎寫行 寫行嗎寫行 然後對不對 他說已經問到這個問題了 代表謊台要結束了 然後就謝謝他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最好笑的一個部分 他有提到就是那個 攝影師是什麼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我自己 剛開始接觸攝影的時候 我也對於這件事情 感到有點疑惑 那我覺得那時候可能因為 還有一點中二的氣息 所以會覺得 我好像需要去思考到 這種比較深層一點的問題 他在年輕的時候有這些答案 但是所以他年紀增長的時候 那個答案就慢慢的就改變了 像他有講過就是那個 照片是光與其間畫室之類的東西 那現在就是後來得到一些答案這樣子 那當初在看到書上寫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就覺得很酷啊 就是 就是我覺得攝影好像都會有一些 比較 既有的 就每個人都應該對攝影有一個 既有的想法或什麼東西 但 現在回頭再去看 這一段敘述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感受度會有點不太一樣 有一個地方有提到就是 他很喜歡拍那個背影 那這也是我自己在拍街拍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心中過不去的一個看 因為我的個性的關係 所以我不太擅長就是執念我的被設者 這方面好像我們兩個都被影響滿色 因為我拍街拍也是 人都很像那種超小的那種 對就是 我覺得這跟個 就是我其實自己也提過很多次 我覺得這跟個性有關 就是有人問他說就是 如果都拍很多背影的照片 是不是代表你不敢 是不是你應該衝過去前面拍正面才是厲害 那他不認不認為 他覺得拍背影能夠帶給他一些 可能比較詭異或者是 帶給他一些比較神秘的感覺 他不認為拍背影有什麼不對 我覺得自己會去思考說 對啊為什麼我一定要配合著大家的觀感 就覺得我現在一定要拍到正面才是最好的 那我拍背影不可以嗎 我覺得這跟他講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有相互呼應的 就是他講的所謂的影像的好壞 一直帶給我對攝影影響最深的東西 就是誠實量 就是所謂的影像 你拍攝的時候影像影響表達的東西 必須忠於自己 然後誠實的影像 所以他想拍一下是很忠於的 不好與壞的影像 因為他很常講說他很喜歡拍一些很可疑的東西 他覺得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他覺得那地方就是覺得紅藍的角落啊 紅藍的角落啊 狹窄的長巷之類的 然後就會去拍攝那些他覺得 可疑或他覺得有趣的東西 我自己因為聲稱大道的關係 我也去黃金街那邊去過幾次 白天也去晚上也有去 那個就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區域 他就是很小的巷弄 然後有無數的酒吧 晚上的時候就是像一個異空間一樣 就是無數人在那邊喝酒喝醉倒在路上 訪問過他就是說 你在世界各地拍照 什麼地方覺得比較危險 或者是哪個國家也覺得拍攝起來 比較要注意安全什麼的 他說他覺得最危險的地方就是那個地方 就是新宿的黃金街 像就是對他來說一個很神秘的空間 那我實際上去也的確是 那你那時候有拍照嗎 我那時候有去拍照 那個地方聽說也是很容易拍照會被打的地方 但我也有去拍照 我白天拍的 我跟你講白天一個人都沒有 那邊有一家Naki 就是有家很小很小間的Naki 對然後 就進來Naki吃拉麵 然後就是在附近走一走 然後我拍了一些作品這樣 那有很小的巷弄 其實非常有趣 那你要說 如果你要體驗深山大道口中的可疑的話 喔那個的確是一個極度可疑的地方 那每一扇門裡面感覺都有不同的世界 其實如果在台灣找到相同的地方 真的是有一個萬華 萬華 真的 晚上的萬華 你也不太敢在那邊拍照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然後再我覺得再更強烈 再更緊密一點點 我們對拍照去想像 我想要記錄一些所謂美好的事情 然後美好的事物 然後分享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都看得到 他帶給我的一個東西是 我能拍下的不只是美好的東西 我能拍下那些 我能拍下很多東西 真實的 沒有人覺得這是一張好照片 我可以覺得 我想以後就是在拍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在一開始接觸攝影 一開始我接觸攝影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重要 你還有嗎 你有什麼想聊的 因為我回頭看只看到一半 你不是 你那天看到 他那個直播 某一天直播如果跟到的話 就是我們在直播 曾經寶貝誰拍的 這張明明就要介紹那個 神經寶貝他沒來 寶可夢他沒來 為什麼 因為他就看這個看要睡著 然後早上起來早上五點 跟我講說我睡著了 最好是跟我從忙八點 就跟你早上五點 這真是蟑螂 你這樣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推薦 因為他都是一個問題 然後一段對話 就可以擋住一段一段的去看這個書 還有人問他說那個 就是神老師你覺得作品值多少錢 然後他就說就本質來說 你覺得照片值多少錢 他說就是紙而已 就紙而已 不然呢 我覺得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就是裡面的人都 就是 因為他有跟他以前有處理問 就是挑釁 對挑釁 然後你就覺得 所以他裡面自己問他問題的人 我覺得都有這種挑釁的感覺 就是很挑釁 裡面只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一直在捧他 老師你真的很棒 然後為他一些捧他的問題 另外一種就是一直judge他 你附近在judge 照片你覺得 就直接來 覺得知道好錢 就值得錢 你只要看到各種論壇 只要有人發黑白照 就有人開始站說 你是不是模仿深山大道 或什麼 好像那個時候有關係 一切世間只要黑白對比強點 就是深山大道 那種感覺 一定你拍黑白照 一定底下都會有人說 你這是不是模仿深山大道 然後就會有一堆深山大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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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可以下載 一線深山大道之類的 然後 GR那時候也應該也賣得很好 因為就是大家就是 買了一台GR 那你用GR相機調整黑白 你拍出來 大家就說 你這是深山大道風格 對 就廣角揭拍 然後晃動混亂 顆粒粗一點 就是各種愛看 沒有人在管你拍什麼 反正就看到這個黑白 對 然後一堆人就是很想要就是 就是模仿那個作法 我覺得也不是模仿那個作法 可能他們就是喜歡 喜歡這種拍出來 你就說這是模仿 我覺得不一定 對 就是反正就是我覺得那個時期 有很多很多就是 像被貼這個表情 對對對 就是《犬的記憶》這本書裡面 它其實有很大一段 中間的篇幅就是在講說 他從 從年少一直到 家就是進入那個 攝影工作室當助理 然後從大阪 然後呢 日本相比較像真的自傳 對 日本比較像自傳 然後從大阪到東京 然後呢到認識一些 就是真正的大咖 然後怎麼樣去拜託雜事社 或者刊登他的照片 然後中間有很多 還有就是 關於女人的故事啊之類的 就是 這本也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從 自述的方式去認識 深山大道的話 應該就是從 我覺得就是從 《犬的記憶》這本去看 我上一次看的時候就是 是 十年前嘛 那過了十年之後 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呢 我的心情就從 就是 原來攝影師是這樣子 變成 攝影師果然要這樣子的 那些故事啊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他充滿了 對攝影的熱情 跟充滿了韌性 那我覺得這是很多時候 我們在當攝影師 尤其要一座座十年來說 我覺得 你有沒有那個動力 跟你有沒有那個熱情 會驅使一直去拍攝 我覺得 是 有很大關係的 其實就是他後來認識很多攝影師 其實一年拍照的數量很少 就是他拍照數量很少 他的觀點他會覺得就是 如果你照片沒有辦法一直拍很多的話 你是不是根本就沒有那個熱情去拍照 他的點不是在於那個張數 而是在於說 我覺得他會講這段話 其實你可以說 聖三大講句話是針對他自己講的 如果我自己不拍那麼多張片 我可能就不喜歡攝影師 對我可能就失去了 你把它換成這樣去思考 對可能失去了對於攝影的那個熱情 那我自己的感覺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到現在為止 尤其在疫情這段時間 其實我也有很深的感受到 很深很深的感受到就是我 我最近沒有不太能夠拍照 我會有一種好像少了什麼的感覺 那回去再看這本書的時候呢 我就大概可以感受到就是 喔 那原來就是我 為什麼會做攝影師的理由之一 就是攝影這個每一屆對我來說 已經變成是一種我抒發日常 跟我自己在認知我自己的一種模式 我必須透過不斷的拍攝 我必須透過不斷的留下這些畫面 去證明我自己還是存在的 有時候跟一些人聊到說 人家會問你說 你最喜歡的攝影師是誰 或是你的啟蒙攝影師有哪些 我講幾個名字之後呢 多半都會講到聖三大道 那我其實講到聖三大道的時候 常常會然後會遭到就是 人家就說怎麼可能 但其實我想講的是 並不是你喜歡這個攝影師 你就要拍得像那個攝影師 就我喜歡 我為什麼會那麼喜歡聖三大道呢 其實我覺得尤其是你看完他一些書 看完他一些字書之後 就是我自己會覺得 我跟他在某種層面上 其實是還蠻像的 對於影像的追求 或是對於想要成功的那種渴望 也許我們一開始都不是 就是從這行進來的 你怎麼在一個就是 很困難的狀況下 然後不停的透過拍攝 不停的去找尋到就是 證明自己的方法 然後試著想去挑釁這個世界 試著想要去拍出 別人不一樣的事情 我想去嘗試一些 跟別人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我去利用這些東西 來創造一個屬於我自己 自我認同的東西 一篇文章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不要再聊聖三大道 那他的觀點是在於就是 他覺得聖三大道 所有的字數 所有的論數都是 舊時代成功的經驗 我自己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到底要不要再聊聖三大道 他的成功的方法 或是他的所有的字數 都來自可能50年代 60年代的那些變遷 跟那些 包括如果你從藝術觀點來講 他的這所有說法是不是都過時 那藝術的可能都要走到比較尖端 對 想法要比較撐頭撐去 你去 你去學其他這樣的想法 是不是把你的想法 就是弄舊 但是其實 接觸能改變自己想法的東西 就沒有再分 所謂的新跟舊 那 我一直都覺得 我們在學習一個攝影師 並不是單純就是 拍照的風格啊 或者就是呈現一樣的方式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就是 他在面對攝影時候的一些脈絡 所以我覺得聖三大道很好 是因為他有很大的資源 因為他寫書 對 所以他會把他的想法 流出來 但很多攝影師其實可能有很棒的想法 只是沒有機會 因為台灣對他的翻譯來講 就算很全面 對 因為就是賣得好啊 對 三本博士就沒那麼多 對 前經有一次就是提過 就是他可能有一個雜誌的企劃 就讓他跟荒木經緯兩個人一起在街上 然後呢一起去做節拍 然後他有提到就是 那時候的經驗就是 他們兩個會同時停下來 然後呢 完全面對完全不一樣的方向拍照 我們可能用我們的觀點來說 會覺得 我們是不是都會去拍攝一些 就是厲害的景 然後我們可能 攝影師找景是不是應該都會看到 很厲害的東西 但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攝影師 應該都有自己的觀點 就是我可能會覺得這個東西 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厲害的景 跟你可能會覺得是另外一個 那大家在同一個地方停下來 理論上來說 就是應該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玩的 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接拍的 跟朋友一起接拍 確實蠻好玩 對就是回來再看照片 你會看到就是 每一個人都在拍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絕對不是你拍那邊一張 我要跟進一張這種拍法 對 那是Mimi Mimi的必勝法則 對 對我們在要聊 深山大道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問了 有一個問題 嗯 就是 如果你要推薦給一般人 所謂可能對攝影 還沒有那麼有興趣的人 為什麼你一定要推薦 深山大道給他知道 但深山的確是一個我覺得 蠻好入門的 因為他的東西 第一個很日常 他就是接拍 他不是去塞一個很drama的場景 然後用很厲害的model 用很強的服裝 然後爆破什麼東西 他不是那種東西 他就是日常街頭接拍 那那些東西都是你學術可見的 一隻死掉的蒼蠅 可能一隻狗 然後可能是任何東西 就是接拍的東西 那你怎麼從一個混亂的結商中 去擷取出你想要擷取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到就是 因為他是有比較多文字作品的人 那我覺得看照片是需要學習的 就是你怎麼透過看照片 去理解到更多攝影師想透露的訊息 一開始我覺得沒那麼多 深山大道的好處就是 他都寫給你了 他寫了很多 你看起來那個文字就是很 有點壓抑 然後很 有點自己在一個小圈圈內迴轉 然後你會覺得有點抑鬱的文字 然後全部看完之後 你發現 就投射在他的作品上面 我覺得完全可以 我覺得完全可以把這兩個都連在一起 我覺得他的文字就是有那種 他照片的那個影子在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 你很容易可以全方面去理解的攝影師 不要把他當成是你唯一的目標 而是就是 我覺得你在學習攝影的過程中 我覺得你必須要去看他 你必須要稍微去理解到 有這樣一個攝影師 他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拍出這樣的東西 現在可能IG上面 都很多那種網美 他們都會擺出一個 他們覺得大家流行 或是最好看的姿勢 的照片 然後我反而會想把這種 這本書 然後推薦給 在追求那些事情上面的人 我覺得這是很破狂的事 而且我還特別強調 這個是攝影大師 你知道 我覺得他可以去破空一些 他們對影像上面的想法 有一點 我覺得我自己 心態抱有點惡毒 你是啊 你就是 你就是一個很黑暗 然後就是有問題的人 他們如果看到說 這樣叫 這樣叫大師的作品 我光是問出這個問題 我就會很爽 真的很奇怪 曲同本來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東西都是 會想要往大眾認為好的地方去拍攝 就是 但是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他並不是這樣做 但他成功了 我們覺得我們超級沒有再聊生生大道的感覺 我是覺得有啦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 感覺繞在外面一直轉 我覺得我真的很 一開始要聊他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是覺得他不知道 就是太能講的東西實在是很多 對我不想要聊什麼生平啊 或者是過去做什麼啊 或者是他照片到底怎麼樣啊 用什麼 沒有我覺得那個東西都 不是 也不是我想要聊的東西 就是你說我們平常拍攝影師 攝影師群像會講的事情 對 我希望就是 在攝影師群像這個節目嘛 能夠做一點變化 就是我覺得能夠更聊到 比較深一點的東西 我覺得攝影師大道剛好是一個很好的 例子 因為他是 是我很熟悉的攝影師 但我又 不再追求他的作品 不是因為 並不是那麼因為作品 去 去喜歡這個攝影師 嗯 我可能要講就是 不管是不是 喜歡他這個人 但他確實是只有影響 沒錯 真是沒有辦法否認的事情 我自己想要推薦 聖山大道 包括他這本書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這本書 是 真的不能幫助你所謂的攝影進步這件事情 對阿 他不是叫你拍照的 對 所以這是我想要推薦的原因 呵呵 你就是不要 對推薦那個 不是喔 不是像很多那種工具書上面說 怎麼拍 你說單燈人像 對 謝謝喔 謝謝喔 呵呵 那如果等之後聖山展 如果還有繼續的話 我們絕對會拍聖山大道2 對因為我們要趁流量 對因為我們要趁流量 呵呵 這時候再拍第二集 其實還有一些想法 今天如果真的要講 真的會超長 那我想 我猜大部分觀眾應該都知道聖山大道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多少 那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書 那我們今天其實有點是希望你可以透過 看他的書 對 然後來 或是已經很久沒看他的 我覺得你可以回頭再來看看 對 就像破度一樣他有 對感受都會不太一樣 OK 好那就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對於聖山大道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你也曾經很喜歡聖山大道 然後或者是你不喜歡聖山大道 我覺得都歡迎你在下方分享你的看法 不管喜歡或不喜歡 我們都 我們都想聽聽看你的想法 無論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都可以接納別人的看法 然後希望大家在下方可以就是 講講你的看法 我們也都很樂於 很樂於 能夠看到大家提出自己的想法 我很喜歡看到大家討論 對 為什麼要笑成這樣子 你怎樣啦 不要弄一些 會讓人覺得很誤會的東西 就這樣 那就希望大家留言 那就這樣 OK 下次見 掰掰